8月的一场震雨过后 在位于四川成都温江区的白亩玫瑰园内 72岁的日本园艺师钢田正男 趁着雨停的空档 踩着林林的道路检查玫瑰的情况 将被雨水打完的藤蔓用线绳固定起来 小时候家里种玫瑰的美好记忆 让这位老人选择与玫瑰相守终身 2005年 有30多年园艺经验的钢田正男 来到成都参加中国花博会 当时中国广阔的花卉市场 让他决定留下来修建玫瑰园 成为百万荣漂的一员 但这次创业很快因为经验不足而失败 2015年 已经67岁的钢田正男 带领中日法三国人士组成的团队 重新创业 在温江永福村建造会集 1500多种玫瑰的五元玫瑰园 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在建玫瑰园这个过程当中 才发现 其实成都的阳光比较少 湿度也比较高 对种植玫瑰是不利的 所以在这之后会去用心的调整 比方说我们用庭院玫瑰去取代 切花玫瑰这种方式 所以现在我们建成了一个庭院玫瑰园 如今 钢田正男的玫瑰园 已发展成集参观 婚纱设业 玫瑰销售与品种培育 为一体的玫瑰产业园 一年可吸引超2万游客 钢田正男每天都会待在玫瑰园里 拔炒 剪汁 施肥 精心照料这些玫瑰 同时他还要求园区不使用自动烹灌设备 因为人工浇水可以近距离观察每一朵玫瑰 及时发现问题 每天我都来玫瑰园 首先我会全部看一圈 看到有什么地方需要处理的 或者病重害 再告诉工人 今天该怎么做 每天的这种打理 就是希望游客随时来都能够让他们感到满意 中国政府也在倡导农业技术创新 也需要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玫瑰园 作为一个农业技术交流合作的窗口和平台 为了打造汇集中西方品种的玫瑰园 钢田正男从各地收集了一百多种中国本土玫瑰品种 每年他还会前往欧洲美国考察 与世界各地的玫瑰专家交流经验 钢田正男说 一朵玫瑰可能并不起眼 但培育这个品种 却往往需要花费育种家们超过十年的心血 自己的梦想就是把全世界的玫瑰品种汇集到这里 并和园林艺术相结合 带给人们精神享受 这个玫瑰园有中国的游客 也有外国的游客 我们也收集了世界上各种种类的玫瑰 我们的规划目标 就是把它真正地做成一个玫瑰博览园 让大家都喜欢 能够长久地照料这些花花草草 这也是一种幸福 站在高处 眺望整片玫瑰园的钢田正男说 就像这些玫瑰 每天都在不停生长 虽然自己已经72岁了 但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想法 把你带去这里 对 这些玫瑰园的钢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